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年轻人的压力 这当然我们因为没有小孩子 然后我们这样的努力 也应该还算是可以正常 不过我也提醒大家 我这21个房子里面 我不管租房子 或者我自己拥有自己的房子 我都在这个房子里面都很快乐 这就是我一直想 为什么退休之后 想把我自己这一生的一些学到的经验 更是跟着我自己 实际去买房子的或者租房子的经验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人生只要对房子 不要太过于焦虑 你不管租房子或买房子 只要真的你喜欢这个房子 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 所以住房自由人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应该 大家都去想一想 尤其现在面对高房价 如果大家还不断地 只是想要去 没有能力去买房子 就变巫奴了 前年我退休 那退休我觉得人生总是对自己 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退休宅 所以好不容易 就是在我们也在政大旁边附近 因为我爸爸还在 那我想不太可能搬太远就近照顾 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希望我退休宅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休闲社区的一些设备 我过去很反对这个 因为我总觉得说 不应该为了喝一杯牛奶养一头牛嘛 所以那些游泳池三文暖啊 那健身房我觉得都不应该要的 很多公社 很多公社不应该要的 可是后来因为我退休了 我觉得我每天要喝牛奶啊 我要喝西线牛奶 不当养一头牛啦 所以变成那个 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退休宅 是因为有很好的会馆 那有我每天可以游泳啊 这些设施活动 可是那房子本身 方位也都不错 我觉得好的产品 至少我自己住过这几个房子 情况下我买的房子 我都很喜欢 我都舍不得卖 那结果后来卖的都还不错 然后我自己现在住的房子 也都很喜欢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 人生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快乐的地方 特别这个退休宅对我来讲 现在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想法吧 因为退休之后 我觉得最重要是 把我自己的长期的 这个教学经验也好 或自己实际做经验 甚至在市政服务的这种实务经验 而且我们长期与这个业者 有做一些这个房价指数的研究 等等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有一本 这个这个住房的自由人生 那里面后来开始 有除了有生书之外呢 同时有一个好好学校的线上课程 那课程呢 基本上可以帮助大家 特别两种人 第一种是对手购族 第二种是对换屋族 我也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做 还有作业就对了 还有做文课 一步一步怎么做 怎么评估 了解 因为老师的书其实都写到 他其实就是认为房地产 不是拿来赚钱的工具 其实还是让每个人都住得起房 这样子 那老师这个房子会是你最后 购置的最后一间吗 我大概想的应该是这样子 而且是我退休宅 而且我现在退休宅之后 我特别一直在这个希望这个传播一个理念 就是以防兰老这个事情 特别大家要晓得 现在大家特别知道年纪就被砍了很多嘛 对 那每个人这个在我们老一辈的人 我们讲不算老了 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个现金是有限的了 OK 因为退休金很少 可是我们还有一种房子 那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得到最后的 这个长照安老 能够得到更好的快乐人生呢 这是我的想法 我想法的时候 在我投资哲学里面一个 我希望我的房子住房投资哲学是 我的NPV等于零 什么叫NPV 叫Net Present Value 那什么意思 叫做净限值 那人生的净限值等于零 这什么意思 有深的含义 就是我这辈子赚的 我要这辈子把它花完 然后呢 我又希望我能够再宅老化 在自己家里老化 为什么 我如果太早去养老院了 坦白讲 那个容易凋零了 OK 如果在自己家里老化 很熟悉 我的邻里环境 我的Seven 对不对 我的公园散步 我的邻居等等 所以最好是在这老化 又能够NPV等于零 那怎么得到 那就是 现在有一种 就是怎么样把房子 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逆向贷款 跟银行借钱 然后让你可以过得很舒服 然后最后在这个 或者说 把它卖掉再租回来 叫售后租回 这两种都是一种财务上的 我最推荐的一种是什么 就是 十几年前 伊甸基金会来找我 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叫做捐房养老 捐房 捐给社福单位 OK 你其实在立了立即 有现在过去 有几个捐给伊甸基金会 伊甸专门在照顾 产生这些各种不同的弱势的 对不对 那他照顾你一辈子到往生为止 OK 那你房子最后就决给他 那当你这房子如果价格很高 你怎么样 他就照顾你很好 让你吃A餐 每天吃牛排大餐 跟你每天跟你聊聊天 带你去看电影 让你人生过得很快乐 那最后这房子就让给他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是立人立即 对不对 那我希望这个观念上 如果更多的人 能够用立人立即的方式 捐房来养老的情况下 那当然特别对社福团 当然得到一个好处 那当然你自己也得到晚年 得到好处 可是这跟台湾的观念很冲突 以前可能老一辈观念都希望说 房子我要留给我后代 就是继承 很多小朋友现在也觉得说 是 这房子是我的 对 我不用花大钱去买房子 我就等吧 对 没错 这个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观念 当然这观念当然有好几种 第一个当老年人现在也觉得说 小孩子你先不要养我了 我自己靠自己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互不相欠 我已经把你养大了 你应该自己独立吧 那个生物生态上就是 让你越早离朝越好 对不对 自己应该独立的 这是本来国外都是这样子 当国内政策还没有去 去慢慢调整 可是慢慢的也在想说 老人自己不但这个情况 他可以用逆项贷款 就是说我的银行借款 然后到时候钱还 房子还是可以留给小孩子 可是你小孩子把钱还掉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你的了 你还不掉当然就没办法了 就变银行的 银行的 那可是另外一种想法是说 特别当我们没有小孩子 很容易觉得防养老子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当其实有小孩子 小孩子也想说 我应该自己独立 我不要靠老爸老妈的 这也是一种想法 不过这个东西 慢慢都在观念上推广了 那我觉得 以我最后的退休宅的想法这样 怎么样让自己退休 能够自己独立 有尊严的生活 然后能够债债老化 然后最后NPV等于零 让我这辈赚了 这辈花完 我才甘心啊 否则努力一辈子 结果后来很辛苦 坦白讲 上一代的老一辈的人 都是这样 很辛苦的过日子 对不对 你爸妈妈都很辛苦 对不对 都是为了小孩子 自己最后还不敢享受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 遗憾了 坦白讲 那我觉得这观念 慢慢来宣导吧 大家慢慢的改变 那当然我想 那住房是 真的是人生一个 最大的核心关键 那也是让你财富 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来源 那怎样善用它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想 买不起就是因为住房子 这没什么好好讲的 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买房子千万不要勉强 一旦勉强 万一你对减薪 你就知道很累 万一你有时候生病 你就很累了 你对凡事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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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吗